上星期行政院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修正草案 針對輕微違規 不接受民眾檢舉 草案將會送進立法院 波露全團體則批評 政府放任違規 線索民眾監督權 將要發動快閃抗議 交通部則是回應將會持續 傾聽各方的意見進行溝通 行任林死亡推動聯盟表示 三月十七號會在北中南各地展開 街頭快閃行動 另外也將在三月二三號 到立法院門口舉辦集會遊行 計程運輸業駕駛員全國總工會則說 實相輕微違規 不接受檢舉人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是現行的狀況 就是沒有足夠聆聽空間 呼籲政府應該要優先 啟動道路環境改善